这次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没办法完全预计的 你要随机应变 都是生动的 听得像印度人的思维 很像 你必须生动去都是流动的什么事情 你要现场感觉还进变化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叫做做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甚至跟东西方文化有一定关系 当然今天我们一讲美国好莱坞 咱们只有佩服 大工业大专业 可是以我所见 咱们这几十年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形式 我仔细想想 当年你看最早到了香港 香港是什么 就没有条件 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你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 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 说你不能天天请嘉宾 我们没有这个人力 天天请嘉宾 你必须固定的三个人 你不固定三个人 天天聊新闻 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 这不符合 这怎么做 谁是什么问题 他都是专家呢 但是为其如此 你最后逼得头大 你突然有一个顿悟 你觉得 那生活里三个老友 天天吃饭聊天 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 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 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 后来我发现 我们这个航弹也是 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 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 对吧 没有条件 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 是逼出来的 可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再举个例子 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 包括台湾部分行业 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 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很有名 泥匡 写科幻小说 一天是能写十万字的 然后你比如说古龙 对 还有 对不对 他那个送的钱还没写完 十万字不可能 对 十万字不可能 他自己说吧 像古龙 喝的那样子 然后还在写 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扬 这是我的 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 高扬是怎么样 高扬爱打麻将 然后爱喝酒 然后编辑那时候 没有传真 没有电邮吗 七十年代是到他家 催他搞 然后他在打牌 然后打牌 还轮不到 他在看 人家在想的时候 他就写 然后他碰一个出去 然后跟着再写 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 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 那你想看 这是什么状态 我记得我在写东西 那么多年 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 你灵感怎么办 说这个我们写作 怎么讲灵感 我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是职业的 你还讲灵感 就完蛋了 就你职业的人 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 那个有一个 刚刚在香港去世的 那个就是 那个德国摄影师 那个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 就是那个香港系列 叫做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 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 看到这个就是香港人 有个特点 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 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 他就拍到很多 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 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 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 任何这个方式 后来我在印度看到 也是这样 他们叫Jugar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 没关系 每个人看到问题 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 结果你觉得他没有 就好像很不系统 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 那么多跨国企业的CEO 是印度人 他说一个最重要 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 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Jugard 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就 这个京哥这方面的 Jugard的高手 是吧 我觉得你就可以回答 我其实有个困惑 我觉得你像我们呢 都是过去年代来的人 比如说啊 我有一个偏见 但是是我的一个 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 你们可以批评啊 为什么我觉得 当年没钱的时候 我做的一些事啊 还挺棒的 发挥也好 后来呢 条件越来越好 美国兵的装备 包括有些演员 有些导演 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 但是你就不行 可是呢 就是就是你那就不对了 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 但是呢 作为一种产业来说 你说西方的这种 这种专业化呀 这种好像他能够 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厉害 我们的这种呢 经常有传奇 就比如说什么大化西游啊 什么他变成传奇 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 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 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 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 你看这个里面也是 就是说我不否认呢 传统武术啊 这个灵感一开啊 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 是吧 可能戳你眼睛 替你当就把你给放倒了 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 但是呢 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 绝对的重量 绝对的力量 你不够他打 你说这是不是现在 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 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 我明白 我早就明白了 这为什么呢 状态 什么意思 当年 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 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 你有状态 两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 你是最佳状态 就是一个运动员 你是top form 你就回去睡一张大人床 吃块面包就回来了 一天睡三个小时 一样能做得很好的东西 到后来你很多钱 你租大别墅了 做班次了 然后你费用也很高了 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 你状态下去了 生于患死于安乐 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没有状态了 状态会有 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 一个低潮状态的 导演也一样 那好莱坞的 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 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 每剧是每一集不同导演 那伊斯特伍德人家90了吧 谁 伊斯特伍德 他自己又演又导 对啊 你觉得好吗 他有状态啊 我觉得最近那部 我觉得真不好 没有我觉得挺好 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 除了那个 Billion Dollar Baby之外 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 哪不好 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 整个节奏都不对 你作为商业片 你整个节奏都不对 他又不是艺术片 好奇怪 就是尊重他 那么老才拍 只能够这样说 我真看不下 我想问你 那我想接着问 那讲到你说一个导演 也会有这种状态的 好跟不好 有这种起伏 那如果一个导演 不好的状态 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 比如说他 可能很久的 对不对 他怎么样 可能三到五年的 那一个人怎么样 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 有方法吗 这个事情 要有 足够的休息 我觉得第一次足够的休息 比方说 我以前 我可以一年拍七部戏 到追龙 我追龙就拍了两年 用时间来 来疗伤 就可能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拍的太 那种状态太难 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 一开机 旁边就会 有一点声音 不收音嘛 我试过感觉到 天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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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拍 夜拍 有一次我突然 开机 我想吐 真的想吐 拍吐了 拍吐了 那年我导演了七部 兼职了三部 日夜 夜日夜 都市大片 可能一部 一天分三组的 我三组都去看一看 就让 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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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夜班 六点到十二点 在邵市拍周星辞 然后十二点 我就开车去驾 和拍成龙 拍到天亮 我的天哪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没办法 两部都赶着上 是为了挣钱 不是 你接了两部都 然后他的党期 互相改变了 就变成有碰撞了 你死好拍啊 你看这个跟这个 内地的导演的想法 真是很不一样 你看我特别理解 我老师印象特深刻 我有一次看 张艺谋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我特别 能理解那种感受 就是啊 你一个文人写文章 写不好了 就重写了 对吧 他说其实很多电影 拍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知道完蛋了 这个电影必败无疑 他说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灵魂啊 你必须撑着 给大家信心 把一个明知道 失败的事情 给他干完 哎呦 我觉得这导演 这个 是会有这种的 长城 我看他拍了三分钟 知道死定了 是吗 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 你这个内涵怎么就能看三分之一 因为我看戏看到三分之一 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 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 肯定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 你想想看 像最近权力的游戏 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 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 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 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吗 排提升刀 已经有超过 那是当时有超过130万人 在全球连署 说要求HBO重拍这一季 那么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 他在写小说的时候 写到后来 他本来不想再写了 写兔了 他也是 那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 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 然后说不行 福尔摩斯怎么能死 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 他又活过来了 但你看写书多容易 写书你觉得这个角色写死了 好那我下一本 赶快把它又写活了 金庸也试过两次 是吗 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女 小龙女 16年后在此重会 她就是骗杨过的 她跳下去就死了 所有人都说不行 然后她才 实在说不通的 他把它说到这个独自 送到没法了 没法子了 后来她就随 就是 就是 蒙混过关 根本就让小龙女 又活了过来 另外一次 就是 天龙霸布 乔峰打死阿猪 又全世界反对 可是他这一次 他再不肯了 他就继续写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 但是电影 或者电视剧 你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多么 后知巨大的东西 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你刚才讲 力气大 是不是越厉害 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就香港电影 我们或许过去 这种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 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 是 根本不可能再持续了 是 是持续不下去的 是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看美国 这几年 好莱坞 他们拍电视 拍电影 那么强大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非常专业 他所有 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 就比如说 实在也不是 你说他专业 实在要不专业 也非常不专业 实在 李连杰告诉我 他去拍那个 《红天炮》第四集 他的第一部戏片 根本也一样 真的吗 天天飞紫 天天飞紫 也这样子吗 Mel Gibson说了算 大腕 大腕 大腕说了算 因为钱是Mel Gibson 拿回 找回来的 他是老板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问题是 香港做什么弥漫世界 但我觉得有一点 真的是有分别 就我看到 内地电影也好 或者香港电影也好 比如说你有可能 说我拍部戏 我去融资吗 去找银行贷款吗 很难 但是在美国 他们可以这么做 可以这么做的理由 是因为你要贷款 你要有标准 我要能看 你这个电影 最后票房是多少 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 这个预估 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 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 不是 他有个本 他每一部戏 都有个本 有债券 不是 那个帮 等于一个保险公司 你要给他费用 他去保证你能拍完 你说这个 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 我发现真有神的 我估计 金哥是不是 你也有这个本事 就一部电影上映 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 说一个 说这个八亿 最后可能就是七亿多 或者八亿多 就能说的特别准 他没有什么大数据 他就是这个一种 直觉 第一他看过那个戏 第二看对手 你现在看一部片子 你能算 我以前在香港 基本上 不会距离超过15% 现在不敢说那么准 因为片房背后很多东西 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 什么活动 各种活动 刷票房 各种活动 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 这个什么烂尾 什么的 我又有一个偏见 就是我看有的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 你说它好 说它坏 没有用 你知道就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 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 我们知道 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 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 完全不一样 对 北宋的话叫什么呢 巨细无遗 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 他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 是是是好的 是牛的 但是最小的据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 两个人划拳 对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 这就是说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锚 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 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说实在的 有些时候情节我都不求甚解 你知道吗 就是看着这些 哎呀这么好的盔甲 这样好的演员 这样好的这个这个这个镜头的剪辑 一切的这种你就愿意看他多演半小时 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 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故事 是不是烂尾了 所以我就说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 当年的很多这个这个 这个 老杂三啊 可能就会 对 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 对吧 有没有这个道理 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当年那么 那么拍下来靠着这个灵感 靠着状态 香港电影的崩溃根本不是因为素质 是因为台湾崩溃 那最大的买家崩溃 他一直就这么认为 是个市场的问题 市场问题 那您刚才说了 不然香港电影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 我们这一辈 香港最强的导演 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 差不多 重生是重生 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 几十亿票房的那种 还是内地导演居多 那是一种 我觉得啊 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 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有一种同情共感的 就你能不能拍到那个东西 就是一种共振 有一种情绪共振 那你比如说 刚才你讲了 说这个王家卫比蒋正科好 那么王家卫 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 因为他还熟 我跟他好朋友 根本是无所谓的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 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 你能接受吗 有几部我很喜欢 比如说 比方重庆森林 他第一部的望角墙 卡门 那个叫什么 那个当曼月梁朝 花样年华 不是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我很喜欢 一代宗室我也很喜欢 有的当然不喜欢了 有的他自己都知道了 但是那个老亏钱呢 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开不成呢 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 那你理人家什么呢 他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 那是人家的选择嘛 有一点呢 这个金哥这个很有意思 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 你比如说 他自己拍电影 就讲要赚钱 对吗 但是呢 他投这个许安华的 先是为日与夜 先是日与夜 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 是吧 日与夜差不多打平 对 但是夜与物是不是亏了 亏了 那你为什么有投资 给这样的电影 尊重专业 我就是 那我是商业片的专业 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 拍到几次 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 把艺术片拍到几次 那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 是 投资人来说我并不专业 那就是有情怀 有时候有 有时候有 当时是怎么想要投这种电影 没有啊 当时就是没有人投 我就来投吧 恩是那个那么好的导演 怎么 不应该没有人投啊 那我反正能 投得起就投呗 而且天水为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 对 而且博士很贵 太贵我就没办法了 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 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 叫做The way we are 是不是天水为嘛 那个很香港 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 香港人那种共振 马上就感觉共振就会出现 所以我就看这个京哥 他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说呢 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的曾经有一位嘉宾 有一次聊起你啊 就讲说都说这个汪精那个拍烂片 对吧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是香港电影 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 他养活了很多人 甚至他就说 就说他如果没有所谓王精的烂片 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 说他是一个底 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 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 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 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 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 就实际上你觉得反倒是这些文艺片 有某种电影的基础的这种作用 我觉得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 每个人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解释都不一样 不过香港导演是很团结的 香港导演就是一站在一起的时候呢 都是互相提起互相尊重的 就是本身有什么 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都不会拿出来的 都会收在一边的 这个是挺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导演 我挺骄傲的 那你现在不是老住在北京吗 都有 香港北京都有 我觉得您这个最有资格讲讲了 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导演 他合拍片呢 或者现在很多都在内地发展的时候 他觉得有什么拧巴吗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 实在 谁都会有这一段 当你过去了那一段 就没有凝巴了 就是最主要就是 你还没投入那个生活当中 我现在 我完全可以当作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一样的过日子 我不回去都行 我有我的朋友 我有我的圈子 我有我的家 我有我的车 我有我的司机 我的公司 什么都有 基本上我是可以 就是不回香港的 就是 而且 以前我的普通话偏台湾音 现在基本上都没了 你看 但是在电影创作上 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 你跟一个地区的人 你同情共感的问题 那比如说喜剧呢 喜剧 我觉得 内地人的笑点 和香港人的笑点 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不觉得我这五六年很少爱喜剧吗 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必时继续 是不是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 难一点 没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用同一种共振 长大的 终归是好一点的 对 有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人是跟熟人在一起 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 或者跟不认识人要大几十倍 你看我这两年都在拍 就是要熟的 我追龙一 追龙二 下面追龙三 这样 一直追下去 都不拍喜剧的原因 比较难了 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公正 不是 有 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 没有 就是没办法 好像麻花啊 他们这样做到那种 那种情况 做不到的 按说你是研究喜剧 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 是 是吧 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 就是星爷的这种 所谓这个无厘头 但是星爷的新喜剧之王 你愿意评价吗 我挺喜欢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搞得不错 这个写 比之前两部写多好 可是就是不吃啊 不吃就不吃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证问题 以我评分 比服药片多好 但他有没有这个 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 就那个时候 他是为香港人拍的 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 反而在内地是 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 就一开始吧 也是呢 他为前拍而已 跟你一样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笑点的掌握 他对什么叫好笑 那个东西的掌握 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 是 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 也都觉得好笑呢 而且我觉得最奇怪 因为以前那种喜剧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 你看他的以前老人那批 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 有一些口语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自己的多半吃的都是动作 而不是口语 你可以想想 比方说 抱叔婆 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 你不记得 你记得他拿 那个扇子 鞋来打 对 你记得他 那个思考工 你记得这些动作 动作的东西 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 这靠表演 靠表演 你觉得他是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 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估计后面三十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 是吗 沈腾呢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演员 跟他不一样 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 你比如说 您也是作为香港人 你看现在内地最火的喜剧 你笑吗 笑 你觉得你的反应 跟影院里的北京观众是一样的吗 同频的吗 未必 可是我笑 他不是觉得对立的 他有些东西 那我看 跑了物片我都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 你在美国的喜悦里面笑 宁愿看 有的人 啊 狂笑 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 但是为什么 现在有些 影评会讲 就是说 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 那些老梗 现在再使出来 今天的观众变了 什么的 影评界是从来 是最没有 就是规格的 没有规格 任何人都是影评人 是不是 你不需要上一个课 或者拿到一个学位 才是影评人 所以你为什么 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没有意义的 任何人都可以是影评人 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 因为种种原因 我前两天才在收费电视上 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 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 但是我看了的感觉 真是跟京哥有点像 甚至我原来认为 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挺认真 他可能旋角有一点错误 王宝强的角色是有点放错了 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 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 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 很难代替 你找他的这个 他设计的很多东西 就是他说的 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生发出来的东西 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 好像 做不到 是 因为呢 他当导演的时候呢 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 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 一模一样 可是呢 谁演得到呢 可是呢 就每个人都演不到 然后他就很生气 后来苏奇他们是故意 你演一次给我看 实在是想看他演 好笑 就这样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 他就 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 面对不了自己 就这样 我都演不了 不要说他了 现在 是吗 要体面了 不是 就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就做不了 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 能理解 能理解 就是现在我 我也不太想拍喜剧片的原因 我宁愿 不好笑了吗 不是 你想的事多了是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 我混了那么久了 我年龄到了这份上了 我还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了吧 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 比较初级的东西吗 所以要 不是 问题是你去演啊 你去搞 让年轻人去演了嘛 你老人家还去演 那乌迪艾伦不是自己 还在演吗 你乌迪艾伦自己也在演 他也很搞笑 我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 他这个里边啊 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 你看 我身边我们熟悉的 更多的是说 导演 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 我要讲我要讲的话 对吧 就是我爱拍什么 但是我觉得好像 你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困惑 就是 因为 我把它当作我的career 职业 not my happy 不是我的嗜好 那你做得苦吗 不苦 做得开心吗 开心 那为什么呢 一些不具备条件的 需要 需要很多压力 有成就感啊 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 是不是有成就感 对啊 你有成就感嘛 achievement嘛 就是那种嘛 你专业嘛 专业就把它做好 就行了嘛 你做好 你就觉得开心了嘛 好